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说我不一定会接受大选结果的 他是美国主要的大党共和党的总统候选者 而主要大党的总统候选者不接受大选结果 你知道在每一次美国总统选举中 大法官在向全世界宣布一个获选总统成为正式总统的时候 是必须这个获选总统手放在圣经上 一只手放在圣经上 一只手举起来向美国大法官宣誓 而美国大法官本身明确讲 在和平的背景之下 美利坚合众国第几任几任总统 那出现了 经过这样的仪式 那获选总统才成为正式美国总统 这里面连续我看过几次 都注意到他用了一个词和平 有和平就有不和平的可能 有和平就有冲突的可能 结果在川普说出这番话之后 W布什小布什写了一封东西 我今天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 我在ABC的news上看到了 小布什发表的声明大概就是 自美利坚合众国成立以来 美国总统一直是在和平的背景下出现 那其他的细节我没有太说了 而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 在一个集会的场合下 明确讲这个川普 说川普竟然说不接受 有可能不接受美国大选结果 然后后来又在另外一个场合中 补充说如果我获胜了 我就接受 这个就没法说了 这个就没法说了 对吧 我看不论是奥巴马还是奥巴马夫人 都在几个不同的场合下 发出了强烈的呼称 我相信从他们的话语中和用词中讲 说从来想不到 在美国总统竞选当中竟出现这么一个人 你这个人打破脸 他也不能说 我获胜我就承认 我要不获胜我就不承认 这个 这个 你不是 你不是拼丁嘎的 你不是幼儿园的小孩的 对吧 你不是四个人打麻将 说我胡牌 我就认为你没玩诈 我要没胡牌 你们就玩诈 你们骗我 这个 这就没法弄了 无法献 他妹妹无法弄了 但这是真实的川普 在周末的时候讲的话 那我做这期节目的时候呢 美国的CNNBC NBC 几乎所有媒体 都在讨论 关系到美国未来 就是在11月初要大选的时候 美国会出现什么状况 因为这是美国共和党竞选者 总统候选人 对公众讲的话表的态 而在中国的社会当中 六中全会今天开会了 在开会之前 BBC有篇报道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六中全会会有什么看点 这个人呢叫宋鲁正 是个中国大陆人 但是他是在法国做研究员的 这么一个人 他说第六中全会 从严治党 叫制度化 每年有两个会 一个是年初的两会 一个是年末的中共中央全会 他说两者一个重要区别 就是在两会章下 那中央会着远于现实 也着远于未来 他主要的观点就是说 中国模式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 假如把这个因素排除之外的话 中国模式还剩下什么呢 所以中国面临的所有问题都不是问题 只有党的问题才是真正的问题 那没错 那你从政治的角度来讲没错 在现行中共体制之下 在现行国家的这种党国的框架之下 那中国的问题 核心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问题 如果中国共产党整个是一个腐败 从上至下的质重性腐败的政党 那不用干别的 你把共产党干了就全干了 你不干掉共产党永远就是有问题的 对吧 就这么回事 所以他提到说 四年来从年治党 特别是反腐 已经使中共在民心和全社会的信心上 暂时止跌回升 但很多措施更多的治表 应急之策 他需要制度化 反腐杀人 杀官 没收钱财 你知道文化大革命就是 弄出一小撮给他杀了 三反五反弄出一小撮把他杀了 一直没改变过 那为什么老百姓高兴 老百姓高兴就是恨人有笑人无 你以为老百姓的高兴是来自于真正的 这种人性的启迪 我觉得是有疑问的 很多的情况是报复的心理 因为中共体制之下 本身把人性摧残了 非说人是猴 那邪了门了 非说人是山顶洞人 整来的 从山顶洞上下来了 后来盖了个屋 就这个 就人了 那你弄跟动物弄一块 还是高级的话 那你他永远会在这个框架下 这种对自我生命理念的认知下 无限度的摧毁的人的道德 当人的道德被摧毁之后 反腐的形式出现了 小样子你搞四百个女人我没搞着 我不杀了你 我看你给你寡了我才高兴的 为什么 不为什么 因为我只有一个老婆 你有四百个 从严治长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他讲说反腐树立新领导集体权位 新领导没有集体权位呢 所以这都是 我觉得就是这个学者 写文章写多了 天天这么写 顺笔写下来的 赢得民心 但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官僚体系普遍的积极性下降 甚至敌意的消极不作为 部分干部出现了 必归风险不敢作为 那如果制止官员乱作为是成功的话 那调动官员合法有方 则还远不 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干了 这话都是听起来很是那么回事的话 其实都是文字的话 树立了集体权威 普遍官僚积极性下降 那集体权威跟普遍官僚集体下降 这不是冲突的吗 对吧 文字上逻辑上都是冲突的 所以这就是有问题了 但他提出了一个说法 我只能这么说了 他提到说 与此同时中国和西方不同的是 中国还有另一个道德传统 官员不是普通人 奉献和付出是理所应当 如果从利益出发 调动积极性引起社会反弹 甚至更会质疑 一向高调宣传的共产党的先进性 中国人有道德传统 当共产党占领大陆之后 灌输老百姓是高机动 人是高机动的时候 他从根本上生命的本源上 扼杀了人家道德传统 所以这些都是瞎扯了 但是呢 我只是跟大家讲说 这是有人这么思考 但无论他是多高的学者 当他站在一个进化论的角度 共产党被灌输的思维的角度上 去看问题的时候 在我的眼睛里 就是件麻烦事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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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同一天 东方日报发表了一篇评论 说反腐大将敲山震虎 习近平王岐山要动前朝之山头 我觉得这是实打实的 文章讲中纪委对港澳办进行通报 反馈了六大问题 那港澳办是一个涉外问题 那前朝退休高层对他们影响力 非常大 自立山头 那在中纪委反腐过程中 那意味着中纪委将很快查办港澳办 那对港澳办要动真格的 而港澳办历来都是江派二号人物 曾庆红的地盘 而最近是由张德江主管 我们在节目当中早跟大家讲过了 2014年我就跟大家讲 港澳办整个这一套系统是人家曾庆红的 文章提到北京动用中纪委反腐大将调查港澳办 高调拿出六大问题 那就连前朝的中共退休高官 既有红色家庭背景的廖辉都给递了出来 说明中央动真格的绝不会放过港澳办及相关官员 然后特别提到说港澳事务过去一直是由曾庆红主管 而曾庆红的新妇廖辉从97年到2010年 由江泽民直接提拔拔任港澳办公室主任13年 大廖辉 大江泽民 大曾庆红 所以曾庆红是在97回归之后即刻主管整个香港事务 在香港里面他埋下来太多的 而梁振英正是在97回归的时候才展露头角出来的 江派的张德江2012年接任港澳办之后 2014年透过国新办发出了白皮书引发雨伞运动 与江派在香港的特务相互配合给现任当局搅局 这是这篇文章的大概的故事 那所以所有人都能明白 在六中全会前 城报也好 香港的东方日报也好 以这样的方式都看明白了 习近平六中全会将对港澳办 对曾庆红 江泽民 张德江 刘云山 整体下手 这是2016年他要做的事情 所以2016年真正的时间 真正的事情 真正的日子 是在10月底开始 到年底 前面那么十个月都是铺垫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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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